武德六年就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 进行的顺风顺水的时候 平阳公主去世 这给唐高祖李渊的内心构成了极大的创伤 公主是她和斗士所生 而且视作掌上明珠 更重要的一点是 前面我们介绍过 这位公主可是建国的功臣 传奇的女将军 所以他的去世 唐高祖内心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悲痛 他下令这个丧事一定要隆重的举行 尤其是他要求加上鼓吹之乐 但是这件事遭到了主持这个丧事的 太常经的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鼓吹之乐乃是军乐 太常经依照理法说 这个妇人丧礼不合家鼓吹之乐 这回呢 唐高祖很不客气 唐高祖当场就说 鼓吹君乐也 公主亲职金谷 新义兵已俯成大业 其与长妇人比乎 那意思就是说 我这公主 她是建国的功臣呢 冲锋陷阵的女将军呢 那能跟一般的人相比吗 所以你一定得给我加上这个鼓吹之乐 最后在她的坚持之下 公主的丧礼 以军乐 以军礼的这个方式进行 算是给这位传奇的女将军的人生 画上了一个句号 同感觉 不疑 不疑 不疑